到上海已經第九個年頭了 已經花上十年了 原本是想去紐約百老輝學習音樂劇的一個少年 音錯陽差的來到了上海 我也是跟我媽媽在台灣成長 說的都是中文 但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多人 然後其實是不太一樣的環境 到了上海音樂學院考學的時候 母親當時到了上海 也是非常喜歡這裡的包容的文化 也非常喜歡這裡的大器 小時候就非常喜歡音樂劇 因為我媽媽她是買卡帶 《悲慘世界》劇院美言 她都會一直放著給我聽 在我的本科期間是在上音就讀音樂戲劇系 研究生我到了上戲就讀戲劇文學理論 我們的研究生是有一個創新計劃 當時我也升上了這個計劃 然後做了我的第一部原創音樂劇叫《河腿》 在做完那個劇目之後我發現 做一個創作是多麼有能量的事情 然後我決定要繼續做下去 那我也覺得當時組建的這個團隊 也許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現在在做的這個畫廊一夢 是在這樣的一個契機下 我們又得到了陳剛老師的一個支持 拿到這個歌本 我們就決定將他這個團隊盤護 繼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當時是在一個講堂 遇到了陳剛老師 聽他講出他的故事 講出海派文化 講出他的作品 我當時被這個80多歲的這位老前輩 給深深的震撼而且感染 就是海派文化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他也漸漸的常常被和非夷文化 放在一起相提並鬆 當代的年輕人他怎麼再去詮釋海派文化 再怎麼去講海派文化的故事 這是我們一直遇到的挑戰 所以呢 《畫廊一夢》做了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我們雖然是一部海派劇目 但是上海從頭到尾都活在大家的夢裡 它是一個上海老哥串起來的音樂劇 但你不會真的看到上海 我想說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劇目 因為很少會有年輕人自己在這塊土地 集合起來做這樣的一部劇 很多人做City Walk 很多人做國職 很多人可以做文化講座 做音樂會都可以 但沒有人敢做音樂劇 《畫廊一夢》 它絕對是和市場上所有的劇都不一樣的 也是所有人做的海派文化推廣的方式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形式 你如果要看到這個努力無二的演出 我一個九月份一定要來到Art By House來看 你才能感受到我們要說什麼 我會看到那些人做的 我會看到這位置 我會看到這位置 在這位置沒有在這裡 我會看到這位置 我覺得這位置是個毛巨大 在這位置 我會看到這位置